警告 十秒鐘後即將登入地球 快拿起手機下載全新飛碟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歡迎來到飛碟午餐 我是尹乃京 今天是輔大教授何思勝老師的時間 何老師好 乃京 各位聽眾 各位觀眾大家好 新年快樂 今天是飛碟午餐 何思勝時間的第一次播出 第一個禮拜三 很高興 禮拜二 在新年一開始 就跟聽眾在空中相會 而且昨天經歷了地震 真的蠻大的 可是我沒感覺 因為當時我剛好在台大的網球廳 一個網球場底下有停車場 剛好我在第二層 在V2 所以我那時候事實上 你要開車上來是 我剛好要離開停車場 然後在車子裡面 我就覺得今天的車怎麼怪怪的 跟我平常開的感覺不一樣 可是我那時候 我沒有直覺的認為是地震 那因為你車子在走嘛 那只是說這車子怎麼會好像是有一個力量是往右邊拉 那我還以為我的電腦作動 那可能是不是那車子的什麼東西故障 結果最後這個聽的新聞才知道是好像有一個地震 而且還蠻強的那搖的時間是有點長 說將近一分鐘嘛 70秒啊 超過一分鐘啊 對我就我因為發生過921大地震 所以碰到這麼大的地震的時候呢 就擔心說哎呦該不會又來個921吧 好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我們要給這個陳輝文呢 掌聲了不起 因為輝文昨天正是他 聽說我們這個大樓的電梯就停在1樓 因為這比較安全嘛 就電梯停的是安全的 所以輝文呢就從停車場呢 爬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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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到25樓 了不起 這表示這個他的這個 他的體能很好 對對對 結果飛碟晚餐前半小時都還放歌 沒有我亂講的 拉照常 因為他喘到講不出話 所以他等一下會來罵我 對這輝文很厲害厲害爬25樓 真的很累不止 因為他從停車場停下來 他從他停下來B4啊 B3B3好28樓 了不起了不起 好然後呢 因為呢老師呢是日本專家 然後在這個日本呢 也住了相當長一段時間 日本也是一個多地震的國家 所以呢 我們今天剛好呢 就來請這個何老師 我們先來談一談 就是日本民眾和政府 在應對地震上面的 他們的方法 他們的處置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來談呢 這兩天呢 一直被熱議的 然後今天呢 也有媒體呢 比較大篇幅的報導 就是美日 現在走上這個軍事議題化 到底這個岸田 政府呢 在打什麼算盤啊 這樣子的一個發展趨勢 它勢必會引起 中日關係的緊張啦 當然會牽動 對啊 我們來先講這個地震 日本是真的有 比較嚴格的規定 大家在家裡面都要準備這個 像這種地震包 急難包之類的嗎 事實上那個不是規定啊 那個是 我想這日本人 他們通常是比較會拘安思維 那而且日本他們很多的時候都會 都會在平常的時候就做好一些準備 甚至是演練 那所以就是說這個像一般的這個家庭啊 那他們也會為這樣的一種 就是說急難的時候 會準備好一些這個就是緊急的這樣的 的一些備品 那比方講他們會有會有一個袋子 或是一個這個包包 那裡面就會放一些這個 像罐頭啦 或是乾糧啊 等等這些東西 那以備不食之需 所以你那時候在日本當訪問學者的時候 你們家也有準備是不是 那個時候事實上因為那個 我們我們去的時候沒有遇到這個地震 那那那那不過有遇到這個暴雨 喔是喔 對那我印象還很深 這個那時候這個這個剛好我們 我們這個出去旅行 然後本來已經買好那個新幹線的票 那整個新幹線他就整個系統都下當 而且很長很長一段的時間 不過我發現日本人很有耐性 就是說像那時候這學姐問我們有沒有在家裡做好準備 這老實講那個時候事實上 我還是發揮我們台灣人的一個個性 就是事情遇到了再講 所以然後 不過我有一個壞習慣 像我現在我這個我內人啊 這個在家裡啊 這個就有就有把一些這個罐頭啊 等等這些水啊 那個這個就放著 然後 你真的準備有一個有個準備包就對了 嗯 因為我太太是一個容易緊張的人 所以 所以 何老師的夫人呢 也是輔大的教授 然後 他有準備 不過我這個跟聽眾講這個不要學我 我那個因為那個那個食物經常放在這個 我拿得到的地方 然後 我都會把裡面的食物吃完 然後 然後我女兒就會來檢查 然後他發現食物 食物被我吃光的時候他就會罵我 然後我我我 然後你太太再補充 對對對 然後我太太就會再去這個 這個 去超商啊 這個把裡面東西啊 再把它補上 然後警告我下次不能吃 哦 就是要有手電筒 然後那個 要一些乾糧 對啊乾糧啊 然後還有一些那個像一開罐的那個 那個 比方向像八寶粥啊什麼 哦 是哦 那以備不食之需 哦 要來跟這個 學妹看齊 那不過就是說 這個像以前我們在車站 遇到整個這個系統下當的時候 嗯 我覺得日本人很有耐心 也很有秩序 他們不吵不鬧 然後這個就靜靜的去等那個 整個系統重開 嗯 然後那時候我這個 因為我們台灣人比較沒耐心嘛 那所以我那時候我這個這個 等一等啊 等得不耐煩 我就會去問窗口啊 說系統什麼時候會再開 嗯 然後其實我得到答案都一樣 他說不知道 嗯 對啊 那那我還記得那個時候有 有這個 嗯 NHK的一些這媒體 這個到那個這車站去看我們這些 這個 這種這個在 乘客的反應 在車站啊 這個不能夠回家的人 嗯 然後這個 那時候還有一個 CAMERA 這對著我們家美媚拍 因為那時候我們家美媚還不會走 這還很小 這個這個在baby car裡面 然後他長得又一副像日本的娃娃一樣 哈哈 後來跟我太太講說 他拍一個根本是台灣人不是日本 哈哈哈哈 所以日本人對於這樣子的這些天災或什麼 他們的人生觀很淡定 欸對他們 事實上日本呢 我覺得他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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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天災的一個態度跟我們不一樣 我覺得我們我們中國人或是我們華人 這個我們以前這小時候我們也被訓練成為我們喜歡跟這個老天這個這個拼嘛對不對 比方講這個像以前我們這個這個在書裡面都會講人定勝天 對 日本人基本上我覺得他們跟自然的這個關係跟我們不一樣 他們是 呃他們當然會做一些準備 可是他們有時候他們也知道人跟自然之間的關係要保持和諧 而且我們人的力量還是有他的一個限度的 所以事實上他們在心理上面他們從來也沒有說要打敗自然 嗯 所以你看這日本人他們對於他們在在他們的地理環境裡面經常會遇到的比方講地震啊火災啊或者是這個颱風暴雨等等這些 他們認為遇上這些事上你就是接受 然後然後這些東西當然會奪走你現在這個你所有的 嗯 可是他說那就從來就好了 那所以這就是日本的這樣 所以他們有時候遇到遇到了這個問題他們不會像我們台灣人或是這個華人中國人我們會憤怒 嗯 因為我們本來就想打敗這個自然嘛對不對打敗老天爺嘛 那不過終究還是自然力量比較大我們我們當然會被老天爺給打敗啊 可是這個是一個人類我想我們在心理上面的一種情緒因為我們原本預期可以可以去戰勝他可以去克服他 可是最後你發現這個你還是輸給他的時候自然會有很比較大的一個負面情緒 可是日本人基本上他們認為這個這個他一定會來只是在什麼時候來不知道然後來了怎麼辦 來了就就遇到就面對啊 嗯 對啊 然後所以這個像日本人這個比方講他們他們他們之前311大地震的時候對不對 但他們很多人不能夠回家 嗯 那他們怎麼辦 他們到最後就是走路回家慢慢走路回家以後也很有秩序 那時候事實上還有一些人講說原來他們才發現了回家的路是長的這個樣子 為什麼因為他們很多上班一二十年他們都坐地鐵 對 他們從來不知道從公司到他們家的這段路地表上面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從這個苦難之中然後發現人生不同的礦位這個日本人的人生是真的很特別 就他們發現這原來從公司到家裡面還有另外一個世界跟黑壓壓的這個地鐵的這個隧道是不一樣的 嗯而且嗯就是就你發生了這些天災之後像什麼地震因為我們看我看那個卡通哦就是日本那個動畫 然後很清楚的他們會知道說你該往哪邊去疏散對不對 對因為那個事實上那個在日本他們都有做好一個非常好的而且周延的這樣一個防災的規劃 而且他們在這個防災之日的時候他們也會做一個確實的這樣的一個防災演練 嗯然後讓居民還有這些這個救災的這些人這個他們就就就知道遇到事情的時候 這個該怎麼樣去有這個有比較有效率而且是有次序的然後去展開他們的計畫 那當然這個我沒有學這個啦事實上那時候我印象很深這個我們在在在在日本的這個 這個那個地震還有我們自己的921的這樣一個大地震之後事實上我們也學習了這個日本的這樣的一種經驗 嗯所以在我們事實上我我們的這個在社區附近哈那個聽眾可能可以在問一下里長也知道事實上都設有這個防災公園 真的齁你說您在這個馬政府的時候曾經幫忙擬定這個計畫是不是 呃那個時候是剛好那個我們有時候會被政府這個這個這個就說這個對然後我們會寫這個一些這個報告 那因為我研究日本嘛那他們就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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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這個題目啊這叫叫叫我啊這個就是說這個把日本的這樣的一個防災的這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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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驗跟他們的一些政策 嗯然後就寫成報告那那個時候事實上我們就就就就知道這日本他們事實上他們在自己的這個就叫在社區的附近他們都會有這個一個叫做 還有對那個就呃這個防災公園 嗯然後他們也會設有這個居民的這樣的一種避難所嗯那那那那所以就說這個他們在災難這個發生的時候啊那事實上居民都知道他們該往哪邊去避難嗯然後如果如果 自己的家裡有危險的時候那他們到哪他們的這個還有一個臨時的這個妻生之所嗯那這個事實上這平常在社區裡面他們他們這些資訊事實上都很到位就是到到到到每個家庭那每個家庭事實上也都知道所以說台灣也有台灣也有可是我們應該大家不太知道吧燕安你知道嗎你知道啊哦真的哇你這麼有危機意識哈哈哈哈哈哈那個像我們家的這個巷口出來的時候就有一個這個標示 就是這指向這個我們新北啊這個都有一些運動公園嘛嗯那這些運動公園事實上就是很好的這樣的一個這個避難所 避難所因為他的這個這場地夠大嗯而且這個如果像我們那裡面還有體育館嗯那體育館裡面事實上日本很多的這種這臨時的這樣的一種這個避難的居所 那他們除了做所謂的就是那個我們叫做這個呃這臨時組合屋之外齁 那他們那還會讓居民啊這有時候有那個所謂的那種這種這種這種體育館啊或是公民館這個公民館那他們就會就會把那地方設定成為居民可以在那邊過夜 是啊為什麼夜愛你會知道呢他你平常有在平常有在注意啊學校有通知哦真的哇好好哦哈哈原來原來承諾啊他們家的小孩在這裡面扮演的這麼關鍵的角色啊您現在聽到的呢是輔大教授何思聖何老師跟我們談他們在日本啊面對災難的經驗我們進廣告之後呢回到飛碟午餐的現場就要來聽呃何教授來為我們分析啊呃 美日現在真的走向了軍事一體化嗎他們要提出有關於在呃一旦呢台海有事的時候啊他們有一個西南諸島那美國和準備啊在這個日本的這個西南諸島呢做呃軍事上面的加強的部署啊那岸田政府的這樣的舉措對於中日關係來講會帶成什麼樣的衝擊進廣告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飛碟午餐的現場我是尹乃金我們繼續請這個何思聖教授來為我們分析啊 哦哦對我剛聽這個呃陳彥安講說哦原來承諾念小學的時候小學就會發那些什麼疾難救助卡 然後老師會告訴大家你附近的這個呃集合點在哪裡然後發生什麼事情的話大家就去那邊集合哦哦像我們這種哈哈哈哈 就是沒小孩的人嗯就是被被被遺忘的一群哈沒有我覺得因為這個地震實在太大了哈今年呢第一震 然後呃規模到瑞士規模到六啊接下來呢可能還會有大的餘震啊呃各各縣市政府啊六都啊都應該要其實要加強這方面的訊息的宣導啦因為這還蠻重要的我那天這個呃呃 這參加一個民眾黨的一個這智庫的會議那時候那個會議我們是討論這國際關係跟兩岸情勢嗯 不過那個會議之前這個市長也來嗯然後那個那個時候這個他自己才講啊這個這個這個他現在在做一件事情他說我在這個清點台北市的防空洞嗯嗯嗯嗯嗯這個所以 他認為這個這個因為我們大家都講兩岸關係很緊張嗯可是我們有沒有做好一些準備嗯所以有時候這也是台灣的問題啦我們我們往往我們會意識到可能有問題可是我們會會自己告訴自己齁好像運氣應該不會那麼差吧齁對不對然後這個我擔心的事情不會發生是這個就是跟日本人不太一樣嗯這個可能這相對而言我們台灣人比較樂觀 日文人比較悲觀一點所以這是很奇怪的好好我們來講這個日本啊因為最近呢這一段時間以來啊這個日本的媒體像這個共同社啊等一些呃重要的這個媒體他們都在報導就是說美日之間呃要在針對這個台海有事啊然後現在要做這個部署在呃美軍有計畫在這個西南諸島嗯嗯要部署這個軍事基地而且在今年的時候呢 呃呃美日的二加二的會談啦而且要擬定出這個作戰計畫嗯這個是就說這樣子的一個想法啊就對於岸田政府來講他就是被美國政府要求他必須往這方向走他這個情勢的發展是如何嗯事實上那個呃自衛隊跟美軍之間的一個合的呃的合作哈甚至於他們有這個提到的所謂的這個美軍跟自衛隊的就是 的這樣的一個一體化嗯那這個事實上這個政策也不是從美國現在這個才意識到有這樣的一個需要哈實際上這個他們在這個過去這個大概二十年吧他們應該就是這逐漸的這個往這個方向在推啦 那那那像我們也可以看到就是說這個美美國跟日本之間有一個叫做這個該來就是這個這個自衛隊跟這個美軍之間他們在有事的時候他們如何的去展開這合作哈他們有一個所謂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嗯那這個在一九七八年的時候這個定定嘛 然後這個九六年的時候這個在台海危機的時候當時喬本龍太郎跟這個比歐克林頓他們他們做了一個所謂的美日安保的再定義嗯在那再定義完的隔年九七年他們就做了這個該來的第一次的這樣的一個這個修訂嗯然後之後是這個呃到了這個呃安倍首相安倍首相一上來的時候第一件事情就是從2013年然後到14年去檢討整個日本防衛法治事實上這個是為了 一見這美國的一見這美國的要求啦嗯所以那時候我自己都這個開玩笑講如果要用一首臺灣歌謠齁去形容那個時候安倍這個跟跟這個配合美國所做這些齁這個認為那個就是以前那個我們這個在臺灣歌謠裡面的這個前輩啊這文夏老師啊這個他做的那一首人家的要求啊那這是美國的要求啊那個就是說這美國要求他們這個就是說在在整個這個就是說從 從從平時到暫時然後最後在2013到2014的時候基本上美國也提出一個那就是所謂的gray zone在灰色地帶的時候嗯嗯那那美軍跟這個跟自衛隊之間齁那如何的去做這樣的一個這個協調嗯那以及這個分工那這個要預先做好一些scenario嗯一些一些計畫的這種準備那當然這裡面還有一些這個在這種日本的這種憲法底下呃 他們的這種防衛法制也必須要去這個做重新的這個redefine重新的定義比方講那個時候大家印象很深他們就這個重新去定義了一個這個東西就是在現在日本的和平憲法就是我們我們聽眾朋友應該聽過的憲法第九條嗯第九條裡面他規定他的這個就是說講說這個放棄戰爭嘛因為要落實和平主義對不對那那那那在在在這當時他們這個日本在冷靜 他們認為他們認為在憲法第九條之下他們不能夠去行使集體自衛權嗯他們曾經在內閣的法制局有做了這樣的一個類似於像憲法的這樣的一個政府的統一的一種見解那可是這個見解在安倍那個時候他為了要做新的防衛法制的一個修改因應美國的這樣的一個要求那所以他們就重新的這個去現在憲法沒有改喔可是他們卻可以做出180度的這樣一個解釋上面的一個翻轉他們任何 認為在憲法第九條之下在和平主義之下日本去去這個這個這個遂行這個所謂的集體自衛權沒有違反憲法第九條給那狀況呢那這當時當然當然他們這裡面臨什麼狀況之下行使集體自衛權這是在內閣的權勢嗎事實上嗯那個時候這個當然他們也舉了這個就是這武力使用的幾個這個原則啦當然這這裡面在講跟日本的這樣一個利益有這個或日本的這個 這個國民這個有息息相關的這樣有事態然後危及到日本人的這個生命或是日本國民的這種幸福的時候那日本基本上都可以啊這個這個這援引這樣的一種這種這種這種好就是說這種他們的一種新的這種憲法的一個解釋然後在謝最最小限度不過他們還是認為就是說武力的使用要局限在在最小限度而且是要窮盡一切之方法都沒有辦法這個避免去使用武力的時候然後才能夠在最小限度 範圍裡面去使用武力那所以事實上日本他們他們在一步一步的當然在鬆綁這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這個憲法給他們的一種限制那不過他們這樣的一個鬆綁我覺得他們也並不是一次到位那事實上我個人在研究這個這個在2013到2014的這樣的一個日本的整個法治的一個變更我覺得他們在解決一個問題啦事實上而且也只解決這個問題就是在憲法底下 日本這個日本這個他們過去在美日同盟1960年美日同盟嘛那美日同盟之下日本事實上這個如果日本有事的時候美國美國有保有防衛日本的這樣的一種責任跟義務這根據同盟可是如果這個反過來咧美國當時經常在問日本一句話就是說如果有一艘美國的船艦在公海遇到了攻擊他們那時候很多時候他們都舉北韓 他們他們他們當時的當時的當時的威脅威脅比較大是來自於北韓而且他們在外交上面他們也往往避免這個這個對中國大陸指名道姓對那所以他們就講北韓他說如果有一艘美國的船艦然後在公海上面遇到北韓的這樣的一個襲擊的時候那旁邊有日本的自衛隊的海上自衛隊的船那你你可不可以對對美軍然後來來實施這樣的一種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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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 這種援助或資源事實上這個如果按照過去他們對於這種集體智慧權的這個行使的一個解釋那是不行的那這個這樣的一個態度當然美國會覺得這個那那這樣的同盟是很奇怪的而且就是說這樣同盟事實上也不對等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美國事實上在冷戰結束的時候兩個方向了叫日本既出錢又出力你你不能夠再像冷戰時期既不出錢又不出力那那那那那 那所以就說這個這個方向事實上美國是持續在推從90從整個90年代之後那一直到現在吼那所以這個就是說日本很多他在整個這樣的一種防衛政策上面或是法律上面的一個整備我覺得他他他他到目前為止他在解決一個問題啦就是說就是說憲法跟美日同盟之間的這個矛盾是所以說老師剛才何思人教授這樣分析大家就很這樣我們就很清楚了第一個就是因為日本 受限於他的憲法第九條所以在安倍政府的時候呢他就做出一些擴大解釋但是這個擴大解釋呢他呃從表面上面來看的話那應該就是說日本自己這本土啊他遭遇到威脅的時候他必要的時候他必須不得已的時候他必須採取行動那所以他的第一次的擴大呢就是在釣魚台當他把這個釣魚台呢呃變成就是所謂的周邊有事都算進去的時候呢這個是日本 日本方面所想要的嘛那現在呢我們看到的就是他一直嗯就日本的防向也好或是在安倍的這個時候安倍的這個末期的時候他們一直不停的在呃凸顯有關於台海有事其實就是要希望他能夠適用到這個擴大解釋範圍內是不是這樣子是讓日本一直很擔心啊台海有事這個會不會擴大對否則的話因為他們現在就把台海一旦有事會直會直接的威脅到日本的安全 那這樣子的話他就可以適用這個呃集體自衛權以及擴大這個自衛隊的角色他們的想法是不是這樣事實上如果台海有事就像包括安倍在12月份哈他有連著三次哦一次兩次是跟台灣的視訊對不對一次是在這個這個呃我們台灣的民間智庫另外一次是跟遠景基金會還有一次是安倍自己在國內的這樣一個演講那他大概都講的就類似的哈就是這個他的一個三段論 就是台灣有事的日本有事就每日同盟有事嗯不過這裡面事實上就是說這個他中間當然演講的時候他沒有辦法講得很清楚那那有很多中間的過程他也會跳過去哈但這裡面事實上聽眾這個呃可能也也不能夠我們聽了這個安倍前首相的這樣的一個發言當然安倍前首相跟我們跟我們台灣跟我們中華民國長期的這個有很好的這樣的一個交情哈這個這個這個事實而且我們也 也需要這樣的朋友那不過就是說台灣有事那那日本這個呃會遭遇到什麼樣的一個問題事實上日本現在就是說也不是從從從從現在才開始去設想這樣一個問題像這個這個從這個這之前菅義偉啊這個他這個這個這個在一年任期裡面他慢慢的就意識到這樣的一個這問題的一個可能會發生然後一直到現在那那幾乎都忘了安倍跟岸田之間 還有一個菅義偉這個對那個直接就把他掠過了那個那個可能這個對金對金所相來講的話他可能也覺得這人生好像一場遊戲一場夢哈哈哈哈哈哈對啊好那在菅義偉的時候就意識到這個問題對那那那那只不過是這個菅義偉事實上他也沒有很認真的去處理安保雖然菅義偉所相對台灣事實上是蠻好的而且他也極力的在在在做對美的一個關係可是他任期可能太短哈所以那個時候事實上他只做兩件事啊而且 這個人家可能也沒覺得他做得很好 一個防疫一個奧運 那其他的事情 基本上沒有在他的這樣的一個agenda裡面 這個被他這個來完成 包括現在這個岸田文雄的這樣的一個 就是說他開始要去 這個等於是跟美軍去談這樣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台灣有事 那那這裡面他們會有會有兩個想定 事實上他們在這個大的 這個就是就是說第一個就是說 這個可能這樣的一個 這個台灣有事真的就如同安倍首相講的 這個就波及到了日本 當時安倍演講裡面還點了好幾個島嶼 還把我們釣魚台也算在裡面 這個不過我們要跟日本朋友講 釣魚台是我們中華民國的 我們自己會處理 那那那那不過就是說 他很怕這樣的一個戰火 這個會會波及到這個西南群島 那那不過就是說對日本而言的話 如果是事態是這樣的話 他還好處理 為什麼事實上這個也根本就不用去管那個所謂的集體自衛權 不集體自衛權 因為這個很顯然的 這已經波及到日本的領土 領海跟領空 智慧隊當然他有責任 就是說去排除這樣的一個問題 對不對 那個當然這裡面還有一個就是武力使用的這樣的一個原則 他們要遵守啦就是就是我剛剛跟聽眾朋友講的 目前我們中華民國所管轄的台灣本島之外的遠端的島嶼 指著就離島啦對不對 像東沙啦或是澎湖或金門馬祖等等這些東西 那他說那這個日本跟美國要怎麼辦 他說而且對日本來講這個才是個大問題 因為這個可能會涉及到一個就是說日本在整個 這個防衛防衛的這個體制上面這個的一個這樣的一個這個限制 以及甚至於就是說這樣的一個事態到底可不可以就把它解釋成為這個是日本有事 那所以就是說這個日本他們他們就如同我們剛剛在第一段講的防災一樣對不對 他們他們不是希望地震會來 但是他們在地震來之前他們就會做好一切的這樣的計畫跟準備 他們當然現在就是在做這樣的一個就是各種狀況的這種這種想定 以及根據各種狀況想定他們先預畫好一些計畫 以備不時之需 那日本根據媒體的報導是說 日本的媒體報導說在菅義偉任內的時候呢 他到華府和拜登之間日美雙方呢 就已經達成了日美聯合作戰的草案啊這樣的協定 然後呢 嗯緊接著就是在今年可能就要在日本的西南諸島來進行這個軍事上的部署啊 那對於所以為什麼為什麼會為什麼會選擇這個西南諸島 美國的想法是什麼就是在這件事情上面看來 岸田政府可以智慧的空間很小嗎 當然西南諸島還是日本的領土啦 那當然這個在美國在這個沖繩的這個 本島那個有有有龐大的這個駐軍 那邊有這個比方講像美國空軍的加索納的這個基地對不對 還有這個美國陸戰隊的普堅間的這個機場 那那那那所以就說如果這個日本當然他們現在跟冷戰不一樣 他們在冷戰時期他們說想定的威脅都是來自於北方的蘇聯 可是他們現在想定的大概都是這個在南面 南面的話當然從地理位置看一個是北韓一個是中國大陸 所以如果如果要要加強這樣的一個這種日本的這種這種因應事態能力的話 當然要強化對西南諸島的這樣的一個軍事的這個部署 而且如果如果美軍要介入的話對不對 如果真的台海有事這美軍他一定要在這個靠近這個台灣地方要有一些軍事的據點 所以他們現在就跟日本這個就提出了這樣的一個要求 就是說他們要做好計畫就在這些這在西南群島靠近台灣的這些島嶼上面 可能指的就是像先島群島這些地方 那美軍還有什麼像什麼石原島 對啊就是我們講的就是先島群島 那個他他他他是這個一個島群 是老師我們要先進一段廣告 廣告之後呢回到飛碟午餐的現場 繼續請何思震教授來為我們分析啊 美日準備呢要在西南諸島的軍事部署計畫 對於中日關係 然後整個的在我們這個東海啊 這個台海的這些形勢會造成什麼樣衝擊進我幹嘛回來 歡迎回到飛碟午餐的現場 我是尹乃金 我們繼續請教這個何思勝教授 看來日本美國 然後美國準備在日本的西南諸島 就包括安美大島宮古島還有這個石原島 進一步的部署像這些做飛彈啊什麼的 是已經是成定局了是吧 事實上他們這個在在這個沖繩本島之外 以前他們基本上這個在這種軍事部署上面 都是集中在沖繩本島 那其他島嶼基本上這個並並沒有做這樣部署 不過這個已經在這個整個近20年來 已經慢慢的這個在在做改變 換言之就是說整個這個西南群島 基本上這慢慢的這個日本自衛隊 也強化了他的一個部署 比方講他們在最靠近我們這個台灣的那個雲納國島 只有距離我們這個宜蘭跟花蓮交界的那個外海 大概差不多110公里 這不到的一個地方非常近 那個地方基本上晴天的時候 可以看到我們宜蘭的這個雪山山脈 對啊那這個這個所以在那個島上 這個之前岸信夫有沒有 他也有登那個島 然後去視察 那個島基本上現在日本陸上自衛隊 基本上也有進駐那個島 而且在那個島上這個做一些這種這種這種 這雷達設施的這樣的一個這個部署 那當然這裡面他就是在做一些這種 對於這個就是台灣周邊的這個附近的這樣的一個 這情報的這樣的一個這種這種這種收集 還有這個比較能夠掀起預警 那那不過就是說 現在美軍跟日本在談的就是說 如果台灣有事的時候 那他們美軍要做一些 特別這個這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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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前進的這個部署 他們可能要把西南群島的某些島嶼 就把它設定成為 如果美軍要 Stabbing到這樣的一個 這個 這問題中間 那換言之就是 美國跟中國衝突的時候了 那美國他提出要求說 那我要用這些島 因為我要把這些島變成 等於是這個我對中國大陸 我要有一些前沿的這樣的一個 這前進的這個基地 那不過這些 這個計畫提出來之後 事實上智慧隊不是馬上就說OK 為什麼 因為這有很大的這個日本民意的這樣的一個 這個要去說服 要去這個等於是去爭取他們支持的這樣的工作要做 所以這也不是說美國講了 然後日本就說 欸對對對 因為我們也好想 而且我們也我們也有這樣的需要 對不對 那所以啊這個就一拍即合 沒有 然後沖繩人的這樣的一個這個態度 事實上這個這聽眾 聽眾朋友也不能講說 這沖繩人怎麼搞的 對不對 這麼不愛日本 這麼不愛沖繩 對不對 這美軍來對他們是好處啊 可是他們想的是 如果我們這邊本來沒有美軍 對不對 很多那些新郎群島是養和牛 我經常開玩笑講 很多他們養的和牛比人口還多 哦 對不對 那他們在那邊過了很好的這樣的一個生活 然後與世無爭 對不對 他們都是農業嘛 那如果你把這個島變成軍事的話 那他們當然知道當戰火來的時候 他們就無處可逃 他們會被捲入 所以怎麼辦 當然他們現在要先回答這些居民的就這個問題 就是說那到時候你要怎麼樣把我們疏散到安全的地方 那非常簡單的一個答案 那這美軍講那這些日本人對不對 所以這美國只管我要到這個地方 可是至於說這個島上的這些人你要怎麼安排 要怎麼樣叫日文叫蘇開 蘇開 那個二戰的時候他們也有這個詞對不對 蘇開 那這個是你是你這個日本政府的事 那日本政府當然講 那就當地政府的事 可是問題是當地政府 他哪有這個能力 他很多那個像我們那個羽納國島 在這個最靠近台灣的羽納國島 一千多人而已啊 他那個那個等一個相公所 那相公所哪有這樣的一個能力去做這些 所以這個未來事實上都有很大很大的這樣的一個 這個這種就是說 在跟地方的民意的一個磨合 還有就是說計畫怎麼樣 就是說能夠順利的這樣的一個展開 我覺得那個是一個漫長的一個工程 那當然日本跟美國他們會預計 他們會先做一些預劃 可是這些預劃這個當然他們有準備是好事 但是我們也千萬不要把這樣的一個準備 就設想成為就是說 那在台海有事的時候 那日本跟特別是美國 他勢必會這個step in 因為這裡面還有很多到時候要看事態的 這樣的一種性質 以及這個事態的性質 跟日本的這個法律 甚至於是憲法之間的關係 那才有辦法去做這樣的一個 就是日本在這樣的事態裡面 他跟美國他要做什麼樣的一個 這種這種這種 response 這個那現在事實上 我們都不能夠很簡單的去 去用這個像安倍的這樣的一個三段論法 對不對 台灣有事就日本有事就美日同盟有事 那這中間事實上安倍首相 這個他一片好業 這個那但是這個他他在演講裡面 他事實上他也沒辦法 具細迷移的去說明這些 可是就這個美國來講的話 他在這個西南諸島這邊部署 是個很合理的一個軍事上面的安排嘛 他使得他的基地這個前進啊 然後現在的消息是說 你可能就會他在這邊呢 就會對把什麼海軍的海軍陸戰隊的 高機動的火箭炮系統啊 海馬斯啊等等 就部署在這個地方 你一旦有些什麼樣的狀況發生的時候 美軍負責攻擊 然後自衛隊負責防守 對防守還有運輸補給等等 這個這個這個規劃看起來就是非常合理的 因應這個態勢 可是就岸田政府來說呢 就說當他們面對像之前的時候 安倍講那個話啊 中方呢就已經有這麼強大的壓 就這麼強大的抗議了啊 那岸田政府不是一直很希望 能夠在中美之間保持著若干的平衡啊 然後對對這個中國呢 也要有一點點平衡態勢 可是這樣子的部署 看起來好像又不得不接受 那他的算盤到底是什麼 事實上到現在 日本政府也還沒有say yes or say no 他們只是說在這個 他們的這種這種實務層級 就是他們的這個兩 兩方的日本的防衛省 跟美國的五角大廈 對不對 他們的一些這個這個 呃這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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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雙方的公務人員 他們必須要去做這樣的一個問題的一個思考 嗯那那就是說這裡面這個 呃這岸田文雄事實上在現階段 我們可以看到在上個禮拜對不對 這個在在2021年要結束之前 大概就是在上禮拜二吧 那個就有一個重要的一個新聞 就是日本的防向岸信夫嗯跟這個 中國大陸的國王部長 魏鳳和他們視訊會議 視訊會議 實上視訊會議在現在 事實上是一種這個 很接近實體會議的一種一種一種 這個這種這種這種交流 對對對 對啊那就是說在這個 所以也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呃岸田文雄當然這個呃 他要因應美國的這樣的一個 或者是日本自己防衛的這樣一個需要 去做這些準備 但是他這個就如同我們 我經常做一個比方他會買保險啊 可是買保險他不見得 誰會買保險 然後會想去用這個保險 不會嘛對不對 就就像日本的前防衛大學的這個校長 他也這個在他這個這個 這個講日本防衛問題 就是五百齊頭針 不是國分兩層 這個就是在國分兩層之前的 那個防衛大學的這個校長 那個 這個五百齊頭針 五百齊頭針老師他就講 他說我們日本當然在防衛上面 我們要做足了功夫 要做足了努力 要增加自己的防衛 這就是我們在講的意思是日 自己的日本自己救 可是他說這個不意味 他說日本啊 但是不意味我們在安全上面 我們就是要完全的靠武力 去靠我們的防衛力 他說事實上日本要獲得安全 最好的一個方法 而且也是可能是對日本而言是一種這個成本比較低的這樣的一種方法 他說當然還有另外一手啊 是外交 所以事實上這個這個也不能講說是岸田文雄的矛盾 他本來他就是會用這個就是說 兩手對又用兩手一手用防衛一手用外交 而且在外交裡面他們也會用到防衛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在這個岸田文雄跟這個在在岸信夫跟魏鳳和的這樣的一個對話裡面 他們就是要去落實而且要把它具體的這個這個這個去完成 就是他們已經談了好久的在東海的這樣的一個海空的這個緊急聯絡的這個機制 特別在空域 因為在海上是基本上事實上他們海他們海上的兩方的通連是比較沒有問題 而且在目前實務上也有 就是在空中 空中是很容易插槍走火的 所以他們現在就是要去建立這個 而且從上次是上禮拜的這個對話裡面 他們也也很具體的就是說應該在今年 這2022年他們要完成這件事情 換言之 對就是岸田文雄他也會窮盡一切的這個外交手段 然後去避免這樣的一種他不要的衝突的發生 所以我經常講就是說日本跟中國 他們當然有很多的這種安全戰略上面的矛盾 他們有安全困境 那他們也有這個在東海的或在南海的這樣一個這個這個海域問題上面的這種不同的這樣的一種這個利益的糾葛 可是這不意味的每這個日本這個他就想當然而的選擇用衝突去解決事情 對不對那對對對岸田來講的話是像我們看到就是說他上個禮拜他也提出了一個新一個名詞 這岸田喜歡用新什麼什麼 他的就是新資本主義之外他上個禮拜在在在年中的時候 這個中就是快結束那個中在年中的時候他拋出一個叫做新外交 新外交 對他那個新外交當然葫蘆里賣什麼樣還不知道 可是他這裡面他新外交他點了 他說他就是要去整個繼承這個從他師父而來的就是持天勇人這樣的一個這樣的一種 務實路線 對這務實的這種而且他提到一個就是自立外交 自立外交我們也經常在日本的外交裡面我們看到這個詞 對不對有一個這個研究日本的這個外交非常重要的學者北岡生一 以前東京大學日本這個前駐聯合國的這個大使賢的公使 這個北岡老師有一本書就叫自立外交 聽眾朋友如果有興趣也可以去找這本書這本書好像有中意 那這本書裡面是日本不忘自立外交這個也不是岸田文雄 就是連安倍我想他都他都在心裡面除了他們時時刻刻想要去實踐的所謂普通國家之外 還有一個自立外交自立外交是什麼自立外交當然是講給美國聽的 是可是就是很困難 這個變成是就說岸田他要怎麼樣在在很很黏著的很強大的這個 美國現在想要主導的一個抗中聯盟的態勢之下走出日本自己的路 我想這個是對安倍來講這個課題是非常的艱巨的 我們還有很多的這個問題的下一次再來請教這個何聖教授再聆聽何教授呢精采的分析 謝謝何老師謝謝謝謝各位聽眾謝謝謝謝 拜拜 拜拜